OK,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曲面建模中的一个叫贝塞尔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呢,它是一个面片的造型 它主要是拿来做什么呢 它是不能改变它的造型的 它是建出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它默认就是这样的造型 它能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建出来它的名字就叫贝塞尔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在点层几下 去控制它上面的一些这些网格点 那这些网格点控制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沿着这个Z轴拖一下会发现 这个贝塞尔这个平面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弧形 那我们先测回去 这里面的网格的话 它可以通过这个贝塞尔对象中的水平网点 和垂直网点去控制数量的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5 这样的话就变得比较多了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框选工具 去框选上面一些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缩放按T去进行缩放 我们通过选择框选去框选 然后去进行一个缩放 那去改变出它的 就会改变出相应的造型来 像这种一般去做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做一些布料啊 纸张啊凹凸布屏这种啊 这种模型是可以使用的啊 相对来说用了并不是特别多啊 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话呢 可能会做一些类似于布料的这种可以通过它 比如说像一个斗篷啊对吧 类似这样一个斗篷 就是可以通过它去进行调节调出来 但是这个调法的话呢 就会比较麻烦了啊 只是跟他说一下 那这个认识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 平时的话呢 拿他来做一些 比如说一个卡通角色的啊 一个小斗篷啊对吧 这样子去给他做出来是可以的啊 披一个披风的那种那种效果啊 去调啊像布料一样飞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先给个给个红色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平时的话呢 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啊 这是这是头部嘛 那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他来做什么呢 就做一些 比如说新建设备赛尔 比如说我们将他的角度调一下 调成一个 就-90度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他添加我们的网格点 比如说66 这样就比较多了 选了点就可以看到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一时候要做一些三体 啊就可以通过他去推 啊 当然的话 他做的三跟我们之前了解过的这个叫做 地形做的三不一样 他的三就是比较柔和 就是这种比较柔和的这种三体 这种的话呢 可以配合什么呢 可以配合这个金格 按Alt键 添加金格啊 去看 金格的话呢 可以改成一一 这样的话呢 这些原点就看不见了 可以做成这样的 比较柔和一些啊 所以说这个 贝赛尔一般用的不是特别多 大家作为一个了解啊 就可以了 吧 好 好 感谢观看